女排奥运会小组赛第二轮的最后一场较量 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女排 对阵东道主 法国女排 这也是二十年来 我们第一次在小组赛中和东道主相遇 在这场比赛之前 波兰 意大利 巴西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五支球队 已经获得了八强的名额 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只要顺利拿下东道主 就可以成为第六支晋级八强的球队 我们和法国女排在奥运会上没有相遇过 所以也就是一场遭遇战 但是从球队的实力来看 我们战胜法国女排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看以什么样的比分赢球 最终我们轻松的以3比0横扫了对手 取得两连胜 顺利的拿到了八强的入场券 从东京奥运会的第九名 到巴黎奥运会打进八强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蔡斌已经超越了郎平 但是这更多的是球员的功劳 要是论临场的指挥能力 蔡斌的确和郎平不能比 而且我们的目标肯定不只是八强 我们要的是站上领奖台 甚至拿到金牌 所以最后一场和塞尔维亚的排位战非常重要 这决定了我们八戒四的对手 我们还是要战胜塞尔维亚 保持我们现在的小组第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开意大利女排 毕竟我们打意大利女排最没有把握 这场比赛的首发延续了第一场 庄宇山也没有被轮换上场 如果打法国都不让吴梦杰首发的话 那么后面的比赛 吴梦杰首发的机会将会很低 现在的吴梦杰就是第三主攻 是朱婷的替补 在朱婷体能不足的时候进行替换 我们的进攻得分不如对手 对手并不怕朱婷的重扣 所以他打的也比较聪明 一直在改变进攻手段 我们失误控制的比较好 其他数据均好于对手 张长宁也迎来了首秀 虽然他发球破攻 但是我们却造成了破坏性的篮网 很遗憾的没有转换成得分 这场比赛王圆圆的篮网发挥了作用 单场六个篮网还是比较惊艳 我们整体的篮网得分也对手多 但是破坏性篮多 并且移动篮网存在隐患 法国女排的篮网撑起就很多 可能也是因为法国女排比我们更能砸 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依然是多点开花 朱婷30扣12中 拿到了12分 李莹莹14分 全场最高 王圆圆13分 共享宇10分 我们的得分比较平均和分散 这是好事情 接下来我们胜于最后一个对手 塞尔维亚 希望我们能够战胜对手争取好的排名